大家好,我是泰国,欢迎小外 今天我要带大家来参观一下泰国这边的私立医院 跟着我来吧 泰国这边的私立医院服务真的是很好 如果有一些行动不太方便的患者呢 他们这边会有提供轮理 然后全程陪同患者去见诊 来让大家看看一下里面的环境 我有很多中国患者呢 他们来到我们这边的医院了过后呢 他就觉得整个环境呢 没有像传统医院的那么严肃 整体上来说呢 我们这边呢就像一个山厂一样 有各种各样的餐厅 比如说星巴克 然后有日本餐 西餐,泰国餐等等 而且最重要的就是还有西11 想要买什么东西的话 应有尽有非常的方便 我现在觉得有点困了 我们来点一杯星巴克吧 我相信有很多中国人都会有点担心对吧 我身为一个中国人来到泰国这边医院看诊的话 会不会有什么语言障碍呢 其实不用担心的 你只需要来到前台这一边 然后告诉工作人员你需要中文翻译 然后前台呢就会帮你打电话到五楼那边 你会有什么东西吗? 然后翻译呢 然后陪同你去跟医生见诊 然后陪同你去跟医生见诊 谢谢 谢谢 就是只需要来到前台这边呢 然后告诉他你需要什么语言的翻译 然后前台呢就会打电话到五楼那边 然后翻译呢就会下来 然后陪同你去跟医生见诊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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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泰国这边的私立医院呢 是非常的国际化的 你看有泰语 英文还有中文这样子呢 才能够方便中国患者 或者是国际患者来这边见诊 走吧 来我过 好 基本上呢你想要来 如果你来到这里的话 你想要 不管你有什么疾病的话 你都可以来到这边咨询 因为这边呢 不管是眼科骨科 试管科还有皮肤科等等都有 很多患者呢就可能会觉得我来到泰国这边见诊呢 连医生的名字或者是医生的背景我都不认识 这样子的话我会觉得有点担忧对吧 但没有关系 这边的医院呢他们已经已经有写出了医生的名字 还有背景等等 大家只需要把医生的名字呢放在网上 大家就可以收到医生的学历 还有工作背景还有经验等等 今天呢我就完全介绍了我们泰国医院这边的一楼 大家觉得我们泰国这边的私立医院怎么样呢 欢迎给我留言哦 然后下个视频呢 我会让我和同事娟娟 来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医院二楼的试管科 敬请期待哦 关注我带你了解泰国人有这么的泰国